7月21日 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 这是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 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十分蛮横无理 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否则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政府不断向中方甩锅推责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 无端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 无理刁难中国驻美的外交领事人员 对中国在美的留学人员 已经收到针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 美驻华使官网站 事实上 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的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的数量而言 美方远远夺于中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错误决定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 坚决应对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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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